第五个我们来讲一个平台 这是蔚然所拥有的叫LinkIn 台湾人一般不大用 不过一些比较高端的在职场 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 是用LinkIn的平台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很多的公司就是裁员 裁员找新的工作 新的工作把你的履地表 放在LinkIn上面就可以找工作 LinkIn现在有8.75亿名的用户 去年第三季的营收 增加了17%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被裁员 而且用LinkIn的人不是女工 用LinkIn的人都是高端的知识分子 那蔚然2016年收购LinkIn非常的成功 第二个跟裁员潮有关 第三个我相信LinkIn 它现在已经不是只是找工作 它变成一个社群 找工作的同样属性的人社交的平台 这个人是否就会找工作 那是什么样的 广播剧 那是什么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